老房子新生命 我们才找得到城市的历史 有一栋在新生北路巷弄内 废弃的日式建筑 在整修之后 跟新建的玻璃屋同时并存 并且原本建材全部保留 老房子不但有了新生命 也散发出有时间厚度的历史韵味 这栋日式建筑修复前 到处都是跳蚤跟蚊子 修复团队进驻后 致力于维持老房子的原貌 保留了旧有的窗框 花纹剥离 旧屋瓦等等 也留下了原本的老树和爱墙 然后现在看到这边的瓦 是还没有铺上去 对 它会用原来的瓦 然后整理过 然后再一片一片铺上去 就像这边 这边所有的瓦 像玻璃 瓦 然后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寻找 像很多毛玻璃都没有了 可是您可以注意到 其实我们的外观 其实包括窗户都是旧的 然后所有的窗户木料 全部都是旧的 这栋建筑原本是中央银行的职员宿舍 在2006年被登陆为历史建筑 团队在2014年开始着手修缮 经历了七个月的施工 并且融入新的创意打造紧邻的玻璃屋 为旧建筑注入新生命 我觉得这里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有很多东西都是破坏的 可是我们要保留 对 那我们要保留 然后又要注意它的结构 我想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木造的老房子 我们完全就尊重这个老房子的原样 下去做 可是整个摊毁的部分 我们用一个新的手法 然后把类似像玻璃屋的一个盖面 把它相录到那个老房子 修缮团队的成员原本从事珠宝设计 但因为产业转型投入了空间改造 而修缮完成的空间将融合生活美学 以设计文化创造新的可能 其实我觉得精工的部分是比较流行的 那老房子本来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老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会创造一个很unique 很特别的一个空间 旧建筑诸如巧思 就能活化原有的空间 创造新的文化风景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